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广西东兴这个地方 其实是去搞慈善活动的 做很多善事 香港明星足球队很有名 几十多周年了 反正是去跟东兴那合作 搞活动 最后高潮是有一场比赛 就跟当地的东兴队 香港明星足球队水平还可以 打东兴队打7比1 东兴队是一个什么 广西东兴地方队 地方足球队 是不是打7比1 上半场香港队就6比1 大胜东兴队 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 还唱唱歌娱乐一下 到下半场东兴队脸色变了 就是输的多了 香港明星队再进一球 变成7比1 结果东兴队动作就大了 然后这个时候 谭永林说 我已经多次在场里跟这个求证 跟那个都说了 说我们这是友谊赛 我们就到这来是是欢乐的 大家注意安全 不要搞这个动作 最后可能是东兴队上面来了一个双脚飞铲 铲伤了一个明星队 伤的也不重 但是终于就酿成了群殴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人家 然后这个香港队就全跑到场上 可能东兴队也是 这个在场的观众不知道该支持哪一边 就是打起来 有这个传媒报道说 黄日华这个使出了降龙十八掌 打倒了三个东兴队 所以当年拍五下剧的那个训练还是有用 就有用 你肯定你现在 我估计你跟梁川伟 你也不一定打得过他 他练永春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这就是这次慈善之旅 你瞧 香港明星队 谭永林 你再看 这个在中场休息 你看黄日华还给大家唱歌 那个时候东兴队的队员不知道在酝酿什么 然后一进入下半场 缠倒 然后你看裁判 蒙安台 然后打 咱们注意黄日华在哪里 有没有这个降龙十八掌的动作 来你看 这个比较像是东邪吸毒 终身冬全凑一块 是吧 然后 家伙 我们这个看热闹不怕声大 再看 好 这个 据说 你再往下看 这个据说 这个当地的媒体报道还是很好 就是你看真的是参加慈善 跟当地还跳这种竹竿舞 这黄日华 没有想到待会在球场上还有这么一幕 你再看下边 当然这个 这谁啊 这就是香港 明星吗 明星对嘛 当然这个当地的领导也是说 这个这个 我们都是友好第一有一第一啊 那你没有那个照片 我后来看到媒体 还有一张是晚上没事了 还一起吃狗肉 对 我不确定有没有吃狗肉 我乱讲 可是一起吃饭嘛 就喝酒 是是是 后来这个谁 谭永连就说 这个球场事 球场了 说我们实际比赛完了 下了场 我们大家都都说和了 不打不相识 就 所以听起来香港队是自卫杀人 自卫打架嘛 自我防卫嘛 被打 因为通常打架都是有几个定律嘛 第一个是输的人先动手 通常是这样 输的人比较激烈 你赢的人总是有风度嘛 我都赢你了 没错 我干嘛 没错 然后第二个呢 通常赢跟输的差距很大 七比一差不多了 通常输到五比一就开始 有可能打架 对 然后打架指数就越来越高了 那 然后又再 所以有经验的强队 一般就是不会打你超过五比零 超过五比零就要准备退路 中国队前一阵打了不丹队六比零 不丹人家是平衡的 敢打人家不丹队六比零啊 这不冒着生命危险了吗 还有你看看刚才我注意的那个照片 你们都看打架吧 我看那看台空无一人 你看他那个照片看到没有 都下去了 哪里啊 那下去场里也没那么多人 换句话 他这个慈善演出啊 在上面没什么观众 这个足球的 有什么关系 跟大家没关系 就是足球在中国的现在的 该尬的局面 就是说 足球现在真的是 我还一厢情愿的以为 我说国足 我们的国足是 练就我们对屈辱感的承受力的嘛 怎么输我们坚持看的嘛 后来就有网友来纠正我 他说你现在去看看 他说其实也不一样了 就是场上的这个 就是到球场看球的人数啊 真的比以前少少少很多 刚才你看 你看那张照片 后面全空的 而且他不是普通的比赛 还好歹是香港的明星 是明星队的 虽然没有太明星了 有些过气 可是说还是名人嘛 那当地的人都不去捧场 看起来那个出场的观众 比狗肉节的人还小 狗肉节还人头又勇勇 而且接下来呢 你知道这个世界杯的预选赛 中国分到这一组啊 你知道吧 这次真是上场前 第一队 队不单 第二队 再过一阵哈 马尔代夫 第三队打香港 第四队打卡塔尔 中国这个小组里边 真正的对手就是一个卡塔尔 而且再接下来 就是再轮回来 在卡塔尔 在布丹 在马尔代夫 在在香港 这里面 但是哈 也有人说 也不要小看香港 以前有过一次历史 你知道吧 在北京五二七 对 八十年代的时候 居然输给香港 对我 我记得那个黑暗的夜晚 暴乱啊 我的天啊 暴乱啊 我记得是那一场 五二七是吧 对 对啊 我记得后来好像有人访问香港队员 他们说中国队打到最后 这是过去抢球嘛 就在那个香港队员的耳边就问他 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那香港队就马上扔了一下 想 哎 我是不是 赶快把球抢走 对 好像是要打乱你的身份认同 让你迷惘 对 而且香港队 那当时五二七在哪里 在北京 在北京 香港队员也说 我也担心啊 马上想 哎 我能走吗 能回香港 不是 其实打的时候 踢球的时候还没事 是踢完球以后 其实不是球场上打 是观众闹事 而观众带了很多爆竹 因为庆祝 那一次呢 中国队也是非常接近 打一分阻赛 跟什么沙特 跟新西兰 在一个小组 蛮有希望的 没想到 栽在一个香港 栽在香港队手里 这个是双重耻辱 这踢得不好已经是了 但是香港 香港又是中国的属地 那个时候还没收回 所以引起了北京的一个暴动 这件事情得到充分总结 从此以后啊 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在北京没有大规模的体育的骚动 再也没发生过 那是为什么不再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就是大家检讨啊 就是说你没必要 这个基本道德很失身份啊 就是你这个球迷进去看球 最后去砸人家对方对的车 就不让人家运动员离开 用暴力这样来来袭击 这种事情现在都转到港大去了 这种事情转到港大去 当初就很没有道理的这个这个作法 中国人民都是在一次一次反思当中成长觉悟是吧 听说那时候其实还在犹豫 要不要收回香港 已经已经大击 还有可能改变吧 经过那一次决定 我就是要收你 听说这次香港队的表现是吧 直接促进了香港 不要开玩笑 但是我要说的是啊 这种这个暴力 你那头是在有个踢足球打起来了 这两天还传出一个新闻 就在香港机场打起来 然后几名内地乘客 说打了香港航空几个工作人员 然后被警方带走 我一我一看这个原因呢 哎呀就跟内地的这些航班呢 都是大同小异 就航班延误了 然后解释 你没有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然后一会说天气不好啊 一会说什么 又说行李跟自己 又不在一个飞机上了 诸如此类 但是乘客就认为呢 这个香港航空地勤人员 他们的态度有问题 对吧 但是呢 这个香港航空地勤人员认为呢 这个乘客呢 这个这个太暴躁 哎 结果呢 最后导致凌晨两点嘛 六六个内地乘客 被扣留 呃 行李都被这个呃 卸下 据说呀 香港这个报纸讲啊 就是上百名搭客 因航班延迟起飞 集体鼓噪 其中一名女搭客 企图跑入登机桥登机 然后七名公司职员 尝试阻止 另外五名搭客 上前跟职员发生 肢呃 肢体冲突 肢体冲突 哎 所以是打人吗 不是打起来吗 因为新闻好像没说 航空公司的职员被告 因为假如双方打起来 两边都应该被告 而且判刑呢 呃 最新消息是 好像有动手打人的 判还要坐牢了 几天而已 好像五天到12天 那另外一个 蛮阳误的够厉害 那另外一个 好像冲过那个路桥 那个就判 罚缓这样子 就判刑 我觉得为什么特别讲 判刑的部分呢 因为有没有判刑很重要的 我经常说了 碰到这样 产白讲非常挫败的 假如我们坐飞机 我记得指东说 有一次在北京 延误几个钟头 我记得你描述的很对 整个人想发疯的感觉 那重点在说第一个 为什么好像往往 这种情况碰到挫败 那个愤怒的情绪 会到了打人的地步了 那第二个是说 好 当你有打人的情绪的时候 为什么你没办法 把它控制下来了 控制那个部分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有时候都想打人 我想打你几年 控制起来 那第三个 我特别强调了刚才说 有没有惩罚那部分 可能有了 可是经常看到媒体没有 那坦白讲 我们看新闻 除了知道这个世界 发生什么事 也是一种自我教育 你打完人 你要坐牢 就像你说 航班延误12天 因为你要坐牢 我觉得 新闻也报道 追踪说 有没有惩罚 而且很多时候 怨谁这个事 最后你看 有一个 你这个两头说不清 就得法院说得清 要是法庭 他判你有罪 那这个事情就说明了 法律的这个意见 对吧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好看 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看整个前面的过程 肯定是有碰到不公平的事情 这方发火 然后发生争执 争执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升级 通常出现我自己经历过的打架 看到别人的打架 通常都是中间是有个过渡的 不会是平白无故一个人就上去的 最多情况下是讲话 讲话了以后你侮辱了他 这个时候他动手 或者是他还没有直接动手打 但是他做到一些 比方拿一个报纸拍你的肩 或者是口水 沾到你的脸上 那你说你 骂就骂嘛 咱们口水都 你口水都上来 但是这个中间一步步升级 就像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战争一样 这个每一步的升级就是 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就挺佩服 那个看那个英国 美国 不是美国 欧洲足球比赛 你就看到双方运动员 这个吵架 这个水平你看到没有 他们脸 鼻子跟鼻子只差这么一点点 鼻子对不对啊 手放在后面 对 就不动手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万千摄影机都对着 像齐达内这样 当胸一下的话 那就全世界 那就成为全世界关注人物了 一个世界杯都丢掉 那就说明这个人 一个世界杯都丢掉 那就说明这个人 他在那么愤怒的情况下 实际上他还是有理智的 这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 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 这就是为什么人杀人 要判处死刑 要以这个来报 要来报 这个康德啊 做过一个研究 就是说 一群罪犯 跟什么动物 到了一个荒岛上 就是惩罚在那里 但是等到一个大灾难来了 就是谁都保不住了 执法人员 动物就放掉了 死刑犯还要把他们枪毙 就是说你的 人的做的事情 是你因为你有理性 除非你证明你是精神病 所以人 有一个理性 来管住你的一定的行为尺度 这个是我们 其实每个人从小都是这样 没有 理性还有个基础 就是我们理性 什么叫理性呢 你会平衡成本 跟代价 对 然后你就做最好的 利益的取舍 对 所以这等于是说 支撑了我刚说的 就是说 假如我们这样看报道 坦白讲 不管是这样打架事件 乱七八糟 甚至我们经常看到有些部分 大妈什么厂去公共空间 把车推倒什么 可是当你没有看到媒体继续报道 后来呢 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去推倒那些车的大妈等等 有没有被罚呢 或说有没有 大妈为了跳这个广场舞 推走了三辆汽车 对 好像说把车 好多这种新闻 所以练广场舞真练体本 那然后有时候 不一定是大妈全部臭 对不对 可能 大妈的逻辑可能是这样的 公众的地方 你怎么可以停车车 对啊 你这样停 你为什么车停在那边乱停 没人骂 我们跳舞吵一点 你就骂我 不对嘛 他就所谓的以报意报 那后来那个地方 也没有去改善那个规则呢 使用空间 公共空间的使用规则呢 我们没有看到这部分的时候 那你很难去形成 那个理性的基础的 当你打人 生气打人的时候呢 你不会想到有代价的 因为你都看到 没事啊 打得很爽啊 而且刚说男人打人啊 经常除了中间还有个步骤啊 你说整个过程 当那个临界点是说 你骂到对方的家人 特别男人跟男人 你总是觉得 哎呀 你不可以骂我老婆 骂我妈妈 什么的 通常就打起来 前一阵有个叫什么 那个人是中国一个足球运动员 我都看见那个视频了 在哪比赛 就比赛完了 出休息室的时候 就是他手里拿着一双鞋 告林 然后就旁边有这个球迷 就骂 就好像是骂到他老婆了 好像骂到他老婆 这告林 就啪 就拿鞋 就打过去了 那你说这个 我就是说 这个法律逻辑 和这个人情的这个逻辑 我觉得两者都要 像刚才这种情况 他丢的有理 但罚他也有理 就是说你捍卫你男子汉的尊严 但你付出代价 你比如当年 你不能不付代价 那你这个尊严太容易捍卫了 那是使暂用暴力了 对 你比如像当年那个李亚鹏 也是在香港机场 你记得那个勾仔队 他女儿 那你那个镜头 他觉得侵犯到我的孩子了 那作为一个父亲 我揍你 那全体人民都得支持吧 但是你打碗人家的相机 你还得赔 对不对 照理说是这样 你捍卫你的尊严 你也付点代价 好像我记得汪峰有一回 也是抱脾气 在香港机场 怎么这些 都要在香港机场发脾气呢 就哗 把皮革 不是皮革的 汪峰不是谈皮革的 急的 急的 砸了 他倒是自付代价 那个急的是他自己的 没有 他可能自虐 对吧 在飞机场的确特别容易发脾气 因为 有些什么场合 特别容易让人这个爆脾气呢 飞机场嘛 飞机场因为你要离开 或者去一个地方 反正你 你从A到B这个地方 而且在那个 是无限期没有时间概念的这种等待 有一个笑话嘛 说美国机场进去的时候 那个安检的人问他 他等了很久嘛 最后检查他 检查的时候 问说有没有戴手枪啊 那个人说 我戴了 我早就打了 我在机场都不发脾气 我 脸出来 对 我后来常想你这句话 我后来坐飞机 每次火大的时候 我就文涛跟我讲过一句 他说 我不管他 我就看我的书 是不是你说的 对啊 就是苏东坡说的嘛 莫听川林打夜声啊 何方吟笑且徐行 是吧 就是这种 但是我有 我想起我爆发的时候 我你们觉得是在一些场所 我觉得是你的状态 我记得我有一次 就是说起来 后来我要跟这个避风道歉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编导 就是你知道 人在极其疲劳的时候 你的工作特别多的时候 我就记得就是 你知道那天 我做这个节目 是要怎么样 一天时间 我从上海 飞到北京 从北京 录完了枪枪 再飞回上海 就一天时间 我这么飞过来 你知道吗 然后 好像我让 对方剪掉一段话 大概他 没有 没有剪掉 你知道吗 按说这也是个平常的事情 我当时就坐在飞机上 你知道 我那种就忍不住的 我这个人呢 要真骂起人来啊 那个那家都 那天表演一番 毒也 不用表演 不用表演 我真的就看到 一个女孩子啊 被我骂到啊 我真的看到 就是我下了飞机 到了咱们那个棚里 我一看 避风波吓坏了 脸是黑的 他自己可能都不察觉 就是脸呢 他那个是个很白的一个女孩子嘛 脸完全是乌黑的 哎呀 我当时解决 我是把他骂喊了 那后问 重点是后来怎么解决呢 后来我 现在在道歉啊 对 后来我们 现在这个 当着全国人民道歉 对 公开道歉 现在脸又白了 不是 你知道 还有一次 要不说 就很容易让人觉得 就是你的情绪失控 你回忆回忆你 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 你是耍大牌 其实不是 是因为你如果 每天连续工作了 比如16个小时 而且就是你已经变得 早上6点又起床睡觉 最后你知道吗 我因为人家说 住这个酒店 你明白吗 因为就说人家签合约 是五星级的酒店 最后呢 是个四星级的酒店 按说平常情况下 我是不会生气的 这什么可生气呢 就跟他说一下 但是你知道我那天 就跟这个经纪人呢 咆哮啊 就是我咆哮了 你知道吗 我咆哮了 我记得长达一个小时 甚至到最后 我觉得我自己快哭了 但是我当时的理智 告诉我啊 完全不是跟这件事有关 是这个心中的这个压力 快崩溃了 你知道吗 是找个出口 你很明显的有这个感觉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个事我想问问你们 我电影里常看到西方的电影里 常看到有类似的情节 就是朋友 同事 或者一伙人自己的里边 难得啊 为了一个什么事情 打起来了 就不开心 两个人就打起来 打了以后 倒下了 就说算了 后来还会变成朋友 就是说他们 就是还可以一起做事情 这很平常 现实生活当中 你看到我们中国人 是这样的吗 还真有两种人 一种人呢 就是性情中人 你知道这种人呢 就大家 其实性格挺可爱 我很可惜 我变不成这种人 就是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个火爆脾气 但是过后不留 当场你比如为了一个工作 哇哇哇 就大骂一通 但是你知道吗 平常要是咱们这样的人 温文尔雅的人 你要是跟谁掐一回 那你们就终生终生决裂了 我几乎没有见过 骂还可以有 就是骂过发过火 以后两个人和好了 但是动手打过的 认识的人啊 不是陌生人 不是在街上啊 认识的人动手打过的 后来还可以和平相处的 我几乎没见过 我觉得南北是有差别 我是见过印象很深刻 20岁 我见过 这不打不相识吗 非常经常的 非常经常 没有而且马上和解啊 我住在学校宿舍 四个人嘛 一个香港同学 两个山东人乔生 好 他们在韩国长大 然后呢 他们打起来 那山东人跟我香港好朋友打起来 打完了 那打了 OK 打得很激烈啊 推啊打 然后两个钟头后 我那个香港的同学 就拿一包熟片 拿来吃 然后那两个山东人 就马上一看到 给我吃两口吧 给我吃两片吧 马上就那个和解 那我就问说 你们好奇怪 怎么刚两个钟头前 打生打死 现在那么不要脸 跟人家要吃了熟片 所以我们这里那边就是这样啊 有问题我谁跟你谈啊 基本上第三句要拍桌子 他在韩国长大的 乔生 华侨 这打 打完就算了 是不是跟一定年龄有关系 在大学生的阶段 你到了一定成年了以后 你一个人发生冲突 到打了以后 你还会将来 比较难 真的比较难 这个事很有意思 就是有的时候啊 这个真性情啊 经常成立一张通行证 别人宽容你的一张通行证 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很有意思 我记得过去顾成就说过 说你看 就说李逵 那家伙是吃人肉的 对吧 但是李逵 大家觉得可爱 你越是你这个斯文人啊 都讨厌的就是你这样的人 阴阴瑟瑟的 你这么说话 好像很礼貌 好像很含蓄 可是呢一个人结了梁子 咱就真的是结了梁子了 但是反倒是生活里 那些不礼貌的啊 那种这个喝点二两黄汤 接着光朗的 你知道吗 这种人得到了一种特权 大家会觉得 这就是王猛说的那个 就说见到怂人 搂不住火啊 实际上反过来说 见到火人呢 搂不住怂 你看有时候 大家一块开会 就是那个 最不管束自己的人 甚至跟大家 你们怎么能这样的 在当中哭一鼻子 这时候大家反而安慰他 是过后谁都不跟他计较 你这种 女的肯定是 那眼泪就是工具 男的就不一定 接着未定播出 健康新概念 香港人一般不会 不会这么来发火的 但是内地的人出来 香港男人们爱你 你这种优优独播出 你这种优独播出 你这种优独播出